立法院周二就要开议了各政府单位的预算也被摊在阳光底下 今天传出交通部所属的四大国营事业 明年至少都编列超过2.78个月的年终奖金 其中台铁去年亏损还高达97亿元 超约立委都对于国营事业亏钱还可以领奖金大感不满 甚至扬言一定要删预算 国营事业福利好奖金高 根据最新的交通部预算书 桃圆机场公司明年5.74个月的奖金 港务公司4.2个月 中华邮政4.18个月 连去年亏损97亿的台铁也编了2.78个月 蓝绿立委大感不满 更有立委点名台铁扬言一定会删预算 整个编的那个联统奖金 绩效奖金都太高了 尤其是那个台铁嘛 亏损那么多还编那么高的联统奖金 确实是很不合理 在亏损的时候 确实其他类型的奖金应该要组减 那个部分我们会严格的监督 私家企业除了台铁之外 去年都有盈余 交通部长毛志国在回应 台铁的亏损绝大部分是因为 负担退辅基金利息支出 本业做得很好 而交通部也指出 奖金编列包含年终 绩效和考核奖金 未来核发一定会看经营绩效 不是编了就能领 不过国一事业亏损 还能编列高额奖金 看在一般民众眼里 恐怕很不适滋味 记者综合报道 未来就会抓到 我们下期许